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五六月目前为止以来呢 最完整这个结构最好的一波梅雨封面云系 恐怕呢会带来蛮大的降雨 所以特别提醒您真的要多加留意下个礼拜 这一波梅雨封面云系的状况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了今天各地真的是很热 刚刚提到了哦 其实全台最高温呢出现的是在嘉义地区37.2度 全台各地呢包括嘉义都是热红红的天气形态 其实除了嘉义地区呢其他地区其实高位也都来到了33度到356度左右 非常的热 为什么会这么的热呢 目前看起来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各地都是相当稳定而且晴朗的天气 再加上呢目前在南海上面有个热带低压 它的外围下沉环流呢 在今天也刚好影响到我们的南台湾 所以今天呢才会在嘉义地区出现了这么这么严热的高温情况了 预计明后两天呢其实太平洋高压也是持续的笼罩影响台湾的 所以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各地依旧是晴朗炎热 而要特别注意的是呢目前在南海这个热带低压 是有机会朝北往港澳的方向前进的 所以如果您呢是接下来这几天放假 想要前往港澳地区不管是出差或者是旅游的话 也要多加留意天气以及航班的讯息了 天气状况恐怕会是比较不稳定的 好进一步再来看一下风的部分了 目前呢各地都是吹着非常强的偏南风带来非常温暖又潮湿的空气 所以湿度高的气温呢是升高的状况 所以各地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情况就会相当相当的明显了 所以特别提醒您了 周末假期中午过后都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 大家外出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预计明天的气温部分呢 北部地区高温还是有机会来到35度 东部地区33度 中部地区34度到35度左右 依旧是相当严略的天气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 周末假期虽然说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但是从事户外活动千万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证实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